- 北京时间8月11日,据美媒体Clutch Points报道,安东尼至今还未与火箭签约,虽说口头尚达成协定,但是就目前甜瓜的处境与状态来看,难免要为未来考虑考虑。 - 2018年8月9日,据美国记者Shames的消息,甜瓜已与休斯顿火箭达成口头协议,安东尼已经度过了澄清期,Shames趁安东尼已经通知火箭,他决定从非洲回来就会立刻签约,然而,回到美国后,安东尼并未表态,而此时的他也正不慌不忙地与NBA中球员,在尼克斯训练师布里克利的训练营里努力训练, 口头协定消息一出后,上下新闻撰稿人,以此作为敲定的事实,大作文章,火箭队员也频频抛出橄榄枝,保罗也在最近发推,欢迎甜瓜的到来,即使安东尼最初有别的想法,最后也可能受舆论压力压迫,不得不与火箭签约, 但是,与火箭签约对安东尼的职业生涯真的好吗?下赛季安东尼的薪资为2790万,老鹰将为他支付2550万的买断合同,剩余240万将由甜瓜的钱在东下休斯顿火箭承担, 安德森的合同火箭已经确定无疑要放手了,但即使这样,安东尼就目前的态度看来,薪资不会低于2000万,除非火箭下赛季靠这套阵容夺冠,否则安东尼这顶多是一个赛季的火箭球员, 就目前来看,安东尼不再追求顶心,而是符合自己水平的薪酬,他也不知道自即什么时候会彻底失去进攻侵入性,从而比较希望得到一个三年左右的比较长期的合同,现在安东尼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雷霆,但是火箭还是要避免像小乔丹与独行侠当初那样,反目成仇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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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